Hello 大家好 又來到我NETCHEN談賽馬的時間 今天休息了幾天 因為王家雅時局賽期 星期二、三、四、五、六 晚上上英國馬賽 星期三 即昨天沒有夜馬的香港 當然同時又有歐洲國家盃 相信大家又喜歡賽馬 又喜歡足球的朋友 都可以說是娛樂無窮 回到這段影片 大家都好像節目豐富 都不知道星期日有馬跑 其實今早已經排了位 當然要拍一段影片 回顧上星期日的賽事 以及未來星期日高出賽獄馬 講一下上次的備忘馬 嘗試出馬膽的表現之外 都會講一下兩件事 第一件是講一下巴道基元巧合 最後的判罰 以及比較一下他和蔡明少的判罰 這裡都挺有趣的 可以看看大家 第二件事就是 帶大家一起欣賞一下馬雅 剛剛星期日月球的狀況 我覺得很狼狽 他其實可以 因為我們再慢慢看 用一個前領馬匹鏡頭 會有一個 慢慢看 看得很清楚 好了 事必而遲 開始講一下 大家知道 我不會跳來跳去版面 近幾次高出賽的馬 都很狠狠 剛剛那次極速奔斥3.4倍 但16倍的擊掌又第二 今次禮拜日賽史有四隻馬 分別是兩場 第四場龍寶寶營友 和第九場幸運快車 包裝泰寶 近來我看到很多朋友 都在買高出賽肉馬 因為近來高出賽肉馬 可能是季尾階段 很多馬都真的想出 即是駁起來了 所以高出賽肉馬的準繩度 就提升了 不知道今次 如果第四場龍寶寶營友 包到Q回來 第九場 我想巨額過關 是否快車包裝泰寶 我不是叫大家買二村3Q 不過我就告訴你 剛巧得這麼巧 四隻馬 兩隻兩隻這麼分場次 我真的預計了 有些朋友都會這麼壞 好了 講完高出賽肉馬 先講一下巴道事件 巴道紀元口合 看看 停賽 其實原則上 應該是停9天的馬會 但因為馬季只剩下5個賽馬日 之後他已經接了座期 總之由6月27日 只剩下5個賽馬日 只剩下5個賽馬日 但要罰他9天 另外4天還要24萬代 是頂的 24萬代 即是6萬元一個賽馬日 罰9天 這是一個未盡全力拆騎 簡單來說 5天加24萬等於4天 6萬元一日 我想看看和氣新財 和氣新財 我記得 蔡明蕭罰多20萬 但馬會看賽馬日報告 是很爽的 沒有說那一夜 20萬是頂的 這個賽馬日 因為那個不小心拆騎 他就說再罰兩天 因為已經罰到盡了 所以再罰20萬去補回 這20萬 6萬元除不盡 所以我們不要理他 蔡明蕭罰這20萬 其實打算是頂的 可能是4天 如果4天 就是10萬元一日 那就比巴道6萬元一日 如果5天 那就是頂3天 那就是6333元 都是貴過巴道6萬元一日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你會看到馬會 其實沒有什麼基準 用罰款頂賽馬日 當然他可以說 有些賴的 蔡明蕭之前 都有些不良好的拆騎記錄等等 但是看到用罰款頂賽馬日的基準 是有些問題 因為你無法爭辯的 巴道24萬4天 即是6萬元一日 20萬除不盡 6萬元 所以這件事很奇怪 如果你說頂2個賽馬日 頂10萬元一日 叫做蔡明蕭 頂3個賽馬日 就63333元 如果你說頂4個賽馬日 我相信不會頂4個賽馬日 這個不小心摘騎 是不是會罰6天 2加4 應該是不會的 就算是4個賽馬日 那就是5萬元一日 那帶出兩個問題 第一個 6萬元一日 用多少錢來頂1個賽馬日 是沒有基準的 沒有公開基準的 第二就是 因為他罰1個賽馬日 平均1個賽馬日 是多過巴道 這就是我的觀察 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你的意見 然後就說 你什麼日 拿槍馬膽 紅中列馬 拖 風火戰區 全盛神區 好像是1拖2 如果沒有基礎 不是1拖3 拖了飛盤膽 這場是1拖3 這場是1拖3 結果就QPQ 很重 那 其實最開心的就是 我說風火戰區 風火戰區 市集那些腳法 真是漂亮到雲 神科市集那些腳法 漂亮到雲 我覺得就 很有狀態來跑這場 但是 如果你說 我純粹自己在這裡 讚賞自己 因為譬如我看 祖雀先機 阿賢仔和康仔都說 隻馬還不行 但我覺得那些腳法 真是很漂亮 所以我選了他 我還告訴大家 這隻馬可以殺光 結果真的殺光 所以就 覺得自己看馬腳法 都 有一定心得 都非常高興 所以這場馬 我也會選擇 風火戰區做備忘馬 因為其實 那一天 我覺得 大部分的場次 草地處彎 彎前鐵欄較為好 風火戰區 唯一一隻 是彎前二三搭 這樣走回來 直路這樣衝贏 就是你們 所以我覺得這隻馬 還有長聲空間 這隻 將會被忘馬 第二隻 出馬蛋 霹靂狂龍 通常都 又跑第四 很慘 那 Q take 快步速 跟得比較快 13秒 21秒 12 跟得比較前 這快步速 還有都是走二三點 最後頂不住 跑第四 都市神馬 又不知為何彎前 可以貼爛 你告訴我 你彎前貼爛 我也會考慮一下 所以 彼力狂龍第四 這場我彼力狂龍 拖 我看 我拖兩隻 兩隻不在這裏 金碧科 不是 極速分辭 及及火連袋 就不在這裏 這場 見得出馬蛋 就跑第四 兩隻配 他表現差少少少 剛才講到 大家一齊鑑想 一隻月球 月球馬雅 我為何會這麼留意這隻馬 因為如果沒有記錯 我是這個 孖寶 我就叫狗叫狗 這隻島 我整程看著 看得都是金青花雅 我覺得整程 好像走勢都很不順 我覺得 不是入了直路 而是整程 我看看 真的發覺有些問題 你看 馬雅 我發覺馬雅 不適合其放頭馬 慢慢看 看實一點 現在大家 留不到這隻馬 這隻馬 你看他已經是 整個身體坐後了 隻馬在去 人馬角力 其實 月球表面上 就沒有搶口 不是那些 抹大口 搶口 但是隻馬 湧著去 馬 身體要坐低 向後坐實 在拉著這隻馬 基本上是人馬角力緊 你看到他 人馬角力緊得很嚴重 他是身坐後 你看看 馬雅人的重心 是較為後半身 你看看前面的騎士 是較為前一點 如果大家 看到物理學 看他的騎士 你就知道 他的身是坐後 在虐速著馬 是月球 不會說 搶口 那些人好像不是搶口 但是其實在人馬角力緊 你看看他的手的僅城 你看看 他是捉不住那隻馬 很狼狽的 看他的手 看實 回看 在這裏 在這裏 看這裏 他轉了手 看見他 不敢捉到實 然後右手再拉前一點 拉到前面 這裏轉了手 拉到前面 捉不住那下 接著他手轉了一轉 所以我覺得他 可能這隻馬 比我重口 他騎不住 現在 進到直路 這隻馬 好像有時候 都不太控制到 當然這隻馬 可能轉彎 不太順 直路 都沒什麼好看 有直路 先看看 看前半軟 抽到這邊 推一下 都沒什麼特別好看 因為前面都人馬 角力了 你看到好像 這隻馬 又在那裏 內閃一下 小小的 我覺得 馬馬 就前半段 那個操控 就 不理想的了 我覺得 我覺得他騎放頭馬 真是一般 可能這隻馬 重口 但是 我覺得他 姜誠的控制 真的很弱 剛才這一刻 真的很外眼 手力 是否捉不住 鬆一鬆 就從手上拉上去 轉了轉姿 看見他 放鬆的姜誠 本來是在搓 放鬆的姜誠 去到這麼後才放鬆的姜誠 人馬 角力圓 我懷疑馬雅的手 姜誠 未必太好 在這場 一開始選擇錯誤 扣得比較緊 接著 都用了一段力 才鬆回姜誠 那就 一般 你說波建史好些 你馬雅好些 說真的 我覺得波建史 就扮豬吃老虎 我一向覺得 馬雅就 好像真的只有這麼多料 兩個月沒有上命 那些人經常看著 繼續看馬雅 但我覺得波建史 認真起來 其實比馬雅好 我覺得波建史 是扮豬吃老虎 從貴初到現在都這麼說 馬雅暫時還未證明到什麼 好 今天的分享暫時這麼多 希望大家喜歡 如果對我異常的分享 和分析有什麼意見 都在下面留言 如果大家想簡單支持我 都在下面留言 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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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我 我相當高興 大家知道 現在在渠道發放些 臨場分析 每場賽事 十分鐘之前都會說 熱熱波波馬 預計集前落飛馬 場地形勢 連結電動態等等 如果大家想收集訊息 可以來到Facebook page 連結電動態度 連結電動態度 留言 可以盡快回覆 一些有關臨場分析的訊息 給大家看 或者進入我 與NetChange 談賽碼 的群組 你會知道如何聯絡我 去拿一些有 有關臨場分析的訊息 最後希望大家可以 在YouTube頻道 和NetChange 訂閱 免費訂閱 還有這樣的鬧鐘 全部 但是我所有的新片 你都有一個通知 或者是 notification 第一時間知道 多謝你們支持 下集再見 拜拜 下集再見